你和我的生活都被中國製造包圍 出生入死的經驗是 Made in China 我沒有發現 一場武漢肺炎 中國工廠停工 生產線停擺 果然會掉下去用中國製造 或者不知道自己用了什麼的陷阱 加上半年來的社會運動 前特首兩陣營的挑機 反正都離不開中國製造 來 第一件已經是 Made in China 大家都在想 如果這個世界沒有了中國 沒有了國貨 又是否能夠生存呢 這次兩位記者決定分圖出擊 一連三集實試下一日不用國貨 究竟有什麼困難 Challenge Accept 喂 開門了 開門了 喂 那邊 真的開錯了 那我就第一次深入同事的香櫃 陳靜雅 陳靜雅 我可不可以不讓你進來 陳靜雅 好像拍到搶新娘的那些 喂 你不要亂說 大哥好赤裸 整間房間讓你走進來看 今天一共有五個挑戰 由化妝 穿衣 吃飯 坐車 到買日用品 看看不用國產 究竟會發生什麼事 我想問你電話用什麼 電話用iPhone iPhone是誰做的 iPhone 某些零件是大陸 好像 我是戒不了用iPhone 我會不習慣用其他品牌 我知道這個是藉口 但我真的戒不了 我準備好膠袋給你 這個做什麼 這個幫你封印iPhone 其實化妝品不會有女人用國貨 我塗在臉上 看你有多厚份 如果要在化妝袋裡 網到一件中國製的東西 其實反而更加難 因為很多特別日本 韓國 他們轉口來香港 然後再轉回國內 香港有一個優勢 就是在香港可以買到 一些比較便宜的 歐美的產品 例如這個牌子 其實一支精華 七八十元已經買到 不需要特意去找中國產品 完成 全部都是 Not Made in China 這個外國勢力的妝容 將會是今年的大熱 是 化完妝後 當然要請我們 果子的Fashion Idiot 啊不是 Idle才對 示範兩款 春季自朝靜雅妝 你又猜不猜到 哪一套是中國製呢 我今日發現了原來很多衣服或鞋子 不是中國製造 但我發現了它是越南製造的 一個月花4000元買衣服 看看它的衣櫃 有6件中國貨 7件外國勢力 嘩 還有一件是Made in Hong Kong 日常穿的二十雙鞋 只有五雙是中國製 我想我今天全日最驚訝的地方就是 我這雙鞋啊 我這麼貴買了一雙鞋 它竟然是Made in China 我是很失望的 因為這雙是斷貨 最後要用炒價1567元才買到 它是Made in China 它是Made in China Made in China 穿得最多都是那一雙 跟我出生入死竟然是Made in China 我沒有發現 越南或者減豪債仔 其實它的質素有點差不差 例如這一雙 其實它是很明顯地左右不對稱 這兩個位置 但是我買的時候 因為我也很喜歡 我買的時候就連看了幾雙 其實都是這樣 店員就跟我說 它們出品是這樣的 雖然越南製的品質不一定是最高 但事實證明 很多三副鞋物都已經不是中國製 買衣服絕對有選擇權 畢竟女生都喜歡買衣服 有一點國貨都可以的 我覺得 但我現在是否只想回覆你 我們不知道你的升降機是否中國製 為了今天的挑戰 都更加立體 那就要做運動 我們跑樓梯好嗎 三十多樓 三十多樓沒問題 一起跑 我跑你搭 你跑我搭升降機 你跑我搭升降機 一起 我可不可以上進一點 我很想跑 但它阻礙我 好 好 長順一點 讓我越過它 我先進去 其實香港地有超過六萬部升降機 產地遍佈全世界 常見的品牌就有三菱 奧迪斯 主要都是歐美日本品牌 由化妝出門 跑樓梯過了三個小時 我們成功過了一個沒有中國製的上午 來到最大的挑戰 食店 食方面比較困擾 令到我直到現在都非常餓 因為去到車仔麵店 其實它有搭不到哪些 是否在中國製造 我自己也很難判斷 除非它真的是廚師或老闆 熟悉自己全家店的所有東西 有沒有什麼菜 不是中國的食物 本土的 本地的 又或者是外國勢力的 我都不清楚 你沒有說你不清楚 我先來一趟 好啊 這盤就是我認為的 非中國製造車仔麵 這條蟹柳 我判斷不了是否真的日式 它有一點脫色的感覺 巴西雞翼是比較大 所以這隻有可能是巴西雞翼 難道好像你一樣那麼大份嗎 好像你一樣亂入食店 考古當然是不合格 換完衣服吃完東西 出去都要坐車 我住這一區其實是有馬鐵的 不過馬鐵就比較不方便 我就坐巴士多 不過呢 坐巴士其實又是否中國製造 我會賺多一次 你問我我都不知道 那你出來做甚麼 如果我們只說九巴 城巴 新巴 等等的專型巴士 多數都會是英國或瑞典的車 那麼高級是瑞典 一直在坐歐洲車 給幾元 我覺得自己整個人 升級了 我們有兩個方法 可以在車外面去看到 第一個方法就是這個東西 這裏其實就是車行 譬如這個就是Dennis Alsander Dennis 另一個方法 其實就可以看這個東西 它的車隊編號 九巴有它屬於車隊編號 新巴、城巴有屬於它的車隊編號 我從來都沒有發現過 車頭合會有號碼的 由誰會去看這些東西 巴交真是巴交 香港的專型雙層巴士 基本上都是外國製造 不過環保署在2012年 引入了36架單層的國產電動巴士試驗 華夏神龍在早年的測試 就被發現電池的續航力不足 直到今天 你都可能未坐過國產的電動巴 最後一站的挑戰 我們當然要去超市買日用品 女生常用的衛生巾 上海市 這個也很多人用 它是沒有寫的 而去日本研發 剛好我選了兩個液體AM巾 這個就寫去歐美進口 這個就完全沒有寫去產地 但價錢就餐天共地 那就是換句話 都是國產 不是吧 用在下面的 忘記說 身邊那位Jorvan 正職做採購 近來被撈開了重光號 非中國製的日用品網店 剛才在超市都見過 他們沒有一些標明了 他們的產地在這裡 不過其實它的標籤上 就會有香港的代理商 有它的電話號碼 可以打過去問一問 究竟它的產地在哪裡 其實我們覺得不用國貨的 可能性都非常之大 它們的成本大概都會貴了一至兩成 但我們都會拿回一個質素 去衡量整個購物 優質的貨品通常都會比較耐用 就是貴三至四成 我都能接受到的 你這個年紀不是學生哥嘛 一兩成你都要考慮 我覺得其實你算了 你不要說你用不用國貨 你根本就是誰便宜誰用 說回它的店舖 有超過一千種日用品 全部全部都是非國產 香港製造的紙皮箱 獨家韓國製的面膜 香港人研發的 譬如說這卷紙巾 你看到它是比一般的 會厚一點 一般的就去到這裡 去到手指尾 大概它是有400格的 普通的沒有那麼多格數 本身是意大利製造 它的價錢上可能會貴一點 今天我這一天的實驗 其實就想試一下 衣食住行 但住其實就真的佔不到 我覺得其實 介用國貨這件事 不是做不到的 看你願不願意去做的 你不要覺得廢話 正如今天其實 如果你樣樣都要想到 我要最便利最方便 最便宜去實施到 這個霸用國貨的話 你一定會失敗的 你不會有這個外國勢力支援 下一集我們將會尋找iPhone的替代品 用250元 在超市找中國製的食材 務求可以在家裡吃火鍋 當然要試這間非國產的日式便當店